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介绍几个有趣的涂鸦便利贴APP 他们都可以把涂鸦内容作为 屏幕小组件显示在桌面上 拼装后放在桌面上大致是这么个效果 这些涂鸦便利贴使用非常方便 现在水舞的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先介绍第一个由3M出品的Post-it 对小组件长按选择编辑 可以看到有多个便利贴可供选择 选择一个就可以切换过去了 当机打开APP具体看看里面的内容 这是一个由多张便利贴构成的列表 点返回上一层看看 当然它也支持对便利贴进行拍照 直接生成数字便利贴 允许一下拍照的权限 放好便利贴长按两秒拍照完成 这样一张数字化的便利贴就出来了 是不是感觉很神奇 文字也能识别出来 这种方式非常方便 习惯性好评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手写便利贴功能 默认是一张正方形的淡黄色便利贴 我们还可以选择其他形状的便利贴 比如这个长方形的 笔的颜色和种类都比较少 输写起来是非常流畅的 和正式世界里的书写是差不多的 点右上角的add就进行保存 点一下底部的信号 返回到桌面看一下 现在在桌面添加刚才书写的便利贴 长按桌面空白处点一下右上角的加号 找到post data 单张便利贴支持大和小两种尺寸 超大和超级大尺寸它是不支持的 选最小的尺寸停加到桌面 按住换一个位置 接下来操作如何切换内容 长按选编辑小组件 再选择前面编写过的那一张 可以看到内容改变了 这就是CM Post Data的主要功能 删除桌面这张便利贴 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应用 接下来看一下第二个应用 Scriblet 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涂鸦便利贴 点开它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列表 它支持的尺寸非常全面 点一下Create Widger 可以看到它支持四种尺寸 它对桌面小组件的尺寸支持 是最完整的 整个书写的界面 利用了苹果原生的Pencil Kit 所以它具备和备忘楼一样的涂鸦能力 左上去的Background 选择纸张的颜色 我这里选一个红色吧 好像有点橘 深一点 再浅一点 就这个吧 然后选第一个笔 选白色吧 快速写完这个字 漂亮 点右上角保存 返回桌面 把这张便利贴贴加一下 从小组件的预览窗口中可以看到 它支持中小大巨大四种尺寸 添加一个最小的 长按选编辑小组件 选择你需要的那张便利贴 应该就是最后一张 你可以把它拖放到你需要的位置 我感觉这个涂鸦APP用起来非常舒服 和iPadOS非常搭配 另外由于它也是使用PencilKit组件开发的 所以我们可以像备忘楼里面一样使用各种组件 比如直尺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画一条直线 应该是我尺拿反了 选一下橡皮 看到吗 双击再切换回笔 画一条完美的直线 再画一条 双指和龙取消 另外这个涂鸦背离贴支持图片作为背景 这部分需要内购 背景的数量还是挺丰富的 大概49张 还可以选择自定的图片 这里我就没有去试用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试试 这款涂鸦便利贴非常符合我的需求 完全不需要内购 也可以正常使用 下面看一下第三款涂鸦便利贴 Jot 这是一款内购的APP 免费的只能键三张便利贴 相比前面一块涂鸦便利贴来说 它的特点是可以进行文字输入 它一样也是使用PencilKit组件的 这种就是文字类型的 用户可以使用自定义的字体 这里随便选一种字体看看效果 换成手写体看起来效果更好一些 看到吧 再添加一张就需要付费了 它也是12块 这款涂鸦便利贴的优点在于可以直接打字吧 相对来说 我还是比较喜欢前面的一款 另外它的屏幕小组件只支持小和大两种模式 这款Jot我就介绍到这里吧 返回桌面 现在介绍第四款 Wager Gel 它的体积非常小 它是一个iPhone应用 整个应用只有427kb 它的功能非常简单 点开就是涂鸦 这里选择笔的颜色 第一行是笔的粗细 最后一行是背景色 点清楚 随便画点什么 写个M算了 返回到桌面 马上就变了 使用起来非常直觉 整个应用只有一张便利贴 打开直接涂抹就可以了 当然它也有个小bug 当程序推出后台后 再次选择的话 会一片空白 就像你现在看到的样子 这款应用就看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 这款应用叫Pathlet In 我们以前介绍过 就是一个手绘的日历本 它现在支持将每天手绘的内容 作为小组件放在桌面上 点开看一下里面是什么 左边是手写的图度 右边就是打开的图片 往下一画就可以看到当月的手绘日历 你可以把要提醒的内容事先画好 这样它就可以在桌面显示出来了 如果对效果不满意 你还可以进行进一步修改 可以看到发生了一点变化 一点细微的变化 再看一遍 的确是非常细微的 轻轻往左一滑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介绍的五款涂鸦便利贴APP 你比较重于哪一款呢 请留言告诉我 或者有更好的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观看 咱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by bwd6